花莲市市长辈篮球邀请赛一连三天开档 虽然受疫情影响 不过今年的报名参赛队伍超乎预期 除了花莲的选手之外 包括台北、新北等外县市队伍都来参赛了 超过400人在球场一球会友 110年花莲市市长辈篮球邀请赛 12月3号起一连三天 在东华大学美人校区体育馆、花莲高农 还有自强国中等三个场地举行 花莲县青年发展协会理事长曾俊桥 他感谢市长魏家贤和市民代表会支持 让赛事能够胜利举办 很高兴我们市长辈可以如期的举行 那也在这边特别的感谢我们市长魏家贤 还有我们市民代表会 在大力的支持我们这场赛事 那原本是说疫情的影响下 原本会有点担心看各位举办 那在大家共同的防疫努力下呢 那我们今天就是很高兴的就可以举办这个赛事 那也希望在这三天的赛事下呢 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运动家精神 然后祝大家有很多自己满意的成绩这样 新闻魏家贤表示市长魏家贤在担任议员的时候 就很重视篮球运动 在担任市长之后也持续推展体育活动 可以说是不遗余虑 那我也非常感谢魏家贤市长 那么持续的从他当议员 一直持续的推动了篮球 一直当到市长 在这边我也非常感谢李政伟 副主席 他也迟迟长长的在挂心这些篮球的运动选手 那未来我们持续的努力推动篮球 市大会副主席李政伟也特别到场 为选手们交打气 并表示会持续支持各项的运动赛事举办 让花莲成为健康城市 而这一届市长辈篮球交请赛 有25支队伍400多人参赛 分别为高中男子组 U18女子组 老马组 国小迷你组 除了花莲线选手之外 还包括了台北市 新北市等外线市的队伍来参赛 比赛过程紧张军彩 充分展现了运动员的热情活力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